我 我就是 睡不着 嗯 那你的笑话呢 还讲吗 那周总 你有什么笑话可以讲讲吗 没有 那世界小故事呢 没有 不过 巧克力吃了吗 好吃吗 我还没吃吗 其实 快换季了 服装店那边 把当机的衣服送过来 这个家 有你这么一个过躁的人也挺好的 不像现在 我觉得 小心啊 睡着了 这个 是给周天的设计稿 可以研发去做 细节 到时候我们再沟通 好 有意思 星瑶 我现在找你 星瑶 怪妈狠心了 二一走 啊 好 声声 一声 再出去 快点威胁抢救 救救我 他也见了 我 见了 我 这次 和圣光合作的一个组宝展 周董 太太出车祸了 什么 沈青 你不能出事 你绝对不能出事 你不可以死 周董 太太肯定会没事的 你说人好断断的 她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她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她 你拿着关 你给我查清楚 这场社会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 我去 好好查一下 是不是跟老头子有关系 去 医生 他怎么样 病人已经正式没什么大碍了 见好撞的不是很严重 谢谢 谢谢医生 对对对对 她 她长胃不太好 您帮我给她再检查检查吧 胃部术 具体症状是什么 恶心 想吐 虽然 胃部术会有这些症状 但是病人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恶心想吐是正常的妊娠反应 不用紧张 你刚才说什么 恶心想吐是正常的妊娠反应 不用紧张不是这句 上一句 病人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你不知道吗 神经病人 你怀孕了居然不告诉我 你真把我当成一个傻子是吗 我明明知道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可我还是每次都会上当 四个月了 四个月了 你瞒得真好啊 春总 你怎么在这 谁知道呢 也许是路过吧 没有 我聃 set 我联系我朋友过来就行了 我有许谁 炊姗善跟谁的 和 приговор 是谁 除了我谁都行 你想让送始月过来 提前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搞好关系 然后把我这个亲生父亲都忘了是吧 不然 你都知道了 不然呢 你还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盛行遥 你胆子真大呀 你怀疑我的孩子你还跟我离婚 你脑黑到底想什么呀 是你说的不要他 是你说的不要这个孩子的 我是说过 我不能让任何人生下我的孩子 最起码这两年内不可以 但这并不是你欺骗我的理由 欺骗什么 你害怕我对什么 没有 我们已经离婚了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和女不快 你离婚之前 并没有告诉我们怀孕的事情 这算恶意隐瞒 所以离婚不作数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也有权利决定这一切 如果我好好待在这儿 没有约续 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哪儿都不能去 我 这儿定人说这何什么意思 难道他想了 不行 我怕 他妈一定会扭你 不 庄罗 庄太太的人是沈爵 警方已经在通知她了 咱们也派人一手 嗯 对了 老头子那边 有动静吗 董事长叫了几个董事一块吃饭 应该是准备到上了 这个老头子 果然还是不敢让私生子 手握周氏的大权 开始按捺不住了 那咱们 他已经起了心思 绝对不能让他得知 行脑怀孕的事情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 会引起他的注意 你派人家人勘展 是 你是沈爵的丈夫 这段时间要度出于别人的状态 他之前留过产 这次又出了车祸 你是他留过产 是啊 根据子宫恢复情况 应该在三年前逛工 你是他丈夫你不知道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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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骗我 可是他为什么 你看 周总 太下三年前出购了车祸 基本是周载司载浪化 那里面全是董事长 是他 是他 林楠 你在这给我好好看着 我回趟老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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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三年前 沈星药流产是你做的 庄人说他没怀孕 也是你安排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隐瞒了 是我让保姆推查流产的 没有怀孕的检查单也是我找人做的 有问题吗 为什么 我们周家的孩子 不应该由这样低贱的女人来生活 你就是一个意外 我不想再有另外一个 所以 你就亲手害死那自己的亲孙子 不然呢 要不是你这三年来 把他不放在心里 不让他出去丢周家的脸 你 他也当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周太太 你真是把他给你了 妈的 敢跟老子就要玩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子给你的 不 自从我结婚周氏以来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而你 你不过是一个曾经抛弃棄子 现在又害死我孩子的混账 这笔账 我早晚有一天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你想干嘛 周权 我警告你 你妈在哪儿 只有我知道 你只好给我乖乖 这辈子 都别想逃出我的掌控 周旅有三十万 按照我说的去做 可是周董那边 他现在没过来这儿 况且有我在 你怕什么 试成之后 还会再有一块 沈金阳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让周婷安守这个孩子的存在 怎么办 怎么了医生 沈小姐 能备得要吗 我要带你去手术室 手术 什么手术 流传手术 我没有预约这个手术 是周总安排的 不离 曾二一走 好 我知道了 我可以 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自己回去 好 你要干什么 好 让我猜猜 该不会 是周婷啊 不想要你肚子别人的孩子 怎么知道他 沈金阳 你还真是错了 能够离合 提安就安排我和他父亲吃饭 要让我们两个人订婚了 既然我不要他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沈金阳 你也就这张嘴硬 你知道 田安他为什么一直不要你肚子女孩 嗯 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 周婷安 他是牺牲子吧 什么 所以你觉得 他好不容易才掌握周氏 在周家站稳脚跟 会和你这个没名没分的女人结婚 让你生下他的孩子 好让他父亲掌控他吗 所以他 所以他不要你肚子没了孩子 因为女配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个人们当户对 所以他和你离婚和我订婚 至于你 你 我没那么大方 让你这个前任留着他的孩子 我的想法 和他一样 啊 你干什么 是 我是没身份没地位 但我也不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棋子 不是你我可以随意操控的软身子 告诉周婷安 这孩子是我的 和他 开死 盛景阳 你要是现在跑了 你就别怪我了 不是让你看好他吗 他人呢 您刚好没有会儿 医生就要在太太做做检查 我 我也不来好跟呢 而且医生说 是太太自己跑 他自己跑她 他怕我什么呀 你在这儿愣着干什么 他们快去找 停 你来干什么 我是担心沈小姐 听说她出事了 来看看 没想到 她自己给 不会是你做的吧 不是我 最好不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停安 我知道你在周家的处境 我们不是敌人 就像我说的我们可以合作 不需要 我知道你不需要 可是今天处境不同了 周伯伯要是知道沈小孩怀孕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订婚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们整个许家都会帮你 你觉得 我需要你帮我 你当然不需要 可是 你一个人对抗周伯伯的话 有点太难了 你威胁我 我不敢 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为难 让你夹在中间 不劳烦你费心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周总 沈静瑶呢 还没查到 是董事长那边 他又要干什么呀 董事长刚刚把和很远近谈见杜嘉敦的项目收回 说是下个月再谈 这可是周世晋几天最大的项目呀 之前是一致民在筹备 如今董事长这样 他想加空吗 但是他也得真有那个本事啊 那咱们 找人 继续找人 是 等一下 那 我母亲那边 有消息了吗 也还没查到 董事长那边瞒得太紧了 我们 不必 在杜嘉村的项目有定门之前 把人给我找到 是 沈小姐 这房子是我以前住的 家具齐全 我也定期过来打扫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你觉得怎么样 沈小姐 顾阿姨 我觉得挺好的 先坐半年吧 好的 我去拿盒头 那是我儿子 十五年前照的 那时候啊 才上初中呢 他现在 应该已经成家了吧 听说 听说 已经结婚三年了 听说 啊 不说这些 来 请签合同吧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觉得照片上的人 可能有点熟悉 喂 星星 你都安顿好了吗 嗯 你知不知道 周庭安找你都找疯了 他找我去就是为了打掉我的孩子 我跟他 不会再见面了 我支持你 莎莎 你要有时间的话 你帮我把给许知一设计的订婚礼物给他吧 这样 我们就两个相亲了 嗯 我知道了 星星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嗯 我会的 你也是 周总 你来干嘛 她呢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星星不在我这儿 她出了你之外 没有别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她在哪里 你赶紧告诉我 要不然今天我 周总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星瑶看不到你这副模样 你不用装了 这是Pini给你设计的订婚礼物 拿着这套礼物 和你的许知一相亲相爱去 谁说这个义务是 我 你再过来我要报警啊 这我应该是给沈星瑶的 她 这个女人 真没良心 她到底跑哪儿去了